我們要來設定一個數量限制的團購 團購芋頭糕好了 新增一個表單 你現在對另外一頭 這問卷名稱 芋頭糕 那說明在這裡 限購 5個而已 先搶先贏 不倒了 第一個還是一樣叫做姓名 對不對 預設就是必填 第二個 電話 手機要留下來 手機 對不對 也許如果團購是不是要加柱子 那柱子呢 簡答 OK 那就好了 OK嗎? 三個都有什麼 紅色就必填 那只有5個而已啊 來 打完這個就這邊點一下 這你記得 接下來就使用請他來幫忙了 要看到PROD喔 PROD 這就可以設定什麼 要限制人數 只有5個而已啊 那這邊就要選這個 NUMBER OF PHONE RESPONSE 多少人回應這表單 那幾個啊 這裡的邏輯喔 看起來怪怪 我還是不太喜歡喔 MUST BE AN INTEGER 有沒有 GRAIN GRAIN 這個 簡單的說是喔 大於4以後 就不可以填了 我只有5個 你要打4喔 如果你打5的話 第6個人還能填 我好不喜歡他這個邏輯啊 你聽懂嗎 我這邊限購5個人 你這邊只能打4喔 當這個數字大於4以後 才不能填 再看一下這個 上面說明在這裡 When RESPONSE ARE GRAIN 4 表示什麼 超過第4個以後 就不能再填 就是打到5 第6個人不能填 如果你這邊打5的話 那就有6個人就填喔 這個數字我還是這樣 我們不喜歡 來來 那一樣是回應喔 不好意思 已經結束了 已經賣完了 E-mail在這裡 來我們來設定喔 等一下就來試看看吧 接下來 收起來 傳送的哪一個 來開始填喔 是不是這個 前往 第一個填我叫AAA 我的手機號碼 這樣 我家住這裡這裡 隨便填一填就好 第一筆成交 第二個人 VVV 我沒有設限制啦 這邊隨便填 第二筆 第三筆 第四筆 來要填第五筆 第五筆 第五筆 名字叫115 我剛不寫4嗎 你看這第五筆在填了呢 來 再重新整理一下 賣完了 你看見嗎 所以我剛填了幾筆 五筆喔 我們把關閉來看一下 成交五筆 看見嗎 所以你要限制五個人 你要打4喔 你打5的話 就可以填6筆喔 來 各位試一下